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的一个变化 三连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布局 有的喜欢大模样的朋友都喜欢这么下 以后挂脚 黑棋 跳等等 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以后白棋再从这边挂也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也是差不多 那么我们就大致上以这样的形状作为一个基础 我们来看一下 也有可能黑棋是这样手脚等等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类似于这样的棋型 白棋打入破空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白棋要打入黑棋 这个点是在这里打入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下方 有时候在让子棋中也可能出现这种棋型 经常 嗯 白棋选点的话呢 打入在这里是比较好 比较好 这个 呃 以后黑棋就算接一个 这个白棋还是比较难办 由于这个剩下的变化呢 和我们的主题呢 没有关系 我们暂时呢 就不多讲 我们来看看这个白棋打入 以下的这个变化 嗯 黑棋呢 嗯 这个首先 肯定是想把这个白棋封进去 封进去 那么 黑棋封进去呢 无话语就是所谓 一个是飞 一个是压 啊 我们先看稍微看一下这个飞 这个飞呢 大家一看 飞正柱啊 一看这个第一杆就明显呢 是这个 嗯 有点这个松 是吧 大家肯定觉得这个 这个飞啊 就没有压住白棋啊 这个比较松 那么白棋做活呢 的手段呢 还是比较容易啊 比如说最简单的 就飞一飞啊 这个是 能够比较 轻松的呢 这么 嗯 那么 嗯 黑棋啊 如果继续小尖的话呢 白棋就 就飞一飞啊 这个做活呢 问题呢 就不大 不大 黑棋硬呢 白棋就爬 这样啊 虽然你能搬 但是由于 这个断了以后啊 味道很坏啊 这个 你还不能退 退呢 它可以坚顶这个 这个 让黑棋啊 比较难搬啊 先打车 再爬啊 这个 外围呢 味道很坏 里面本身呢 也已经呢 可以说是活了 所以 这样的话呢 黑棋呢 行棋啊 有点过于松滑 有点过于松滑 嗯 不太满意啊 不太满意啊 当然就是说白棋 根据情况点这个 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等你沾上了我再爬 爬完以后呢 再废 啊 这都可以 所以说呢 嗯 这个棋啊 如果黑棋只是啊 简单的正一个呢 肯定是 有点松啊 有点松 黑棋是 不满意的 黑棋肯定是不满意 那么黑棋啊 这个是想对白棋 可以采取最强的手段呢 肯定呢 是 压正 靠住这个啊 嗯 这个也是大家的 肯定是大家的第一杆 那么 对白棋的这个压力啊 显然是很大 那么白棋啊 接下来 这个呢 肯定得继续做活啊 不做活就是 白棋扔在里面 肯定是 亏损的 那么 现在白棋要做活呢 来 这边 可以长 这边呢 也可以长啊 那么 这两个长 哪个呢 是正确的啊 这个就 需要 这个注意啊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白棋 错误的下方啊 白棋 往 这个方向长 是 错误的啊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误的 这样长呢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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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呢 可以挡住 这个如果说啊 黑棋张上 那呢 白棋呢 还过得去啊 就 长一个也行 或者直接呢 非 可以啊 这个白棋呢 还过得去 但是黑棋呢 可以 挡住 这个地方呢 看似有一点棋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是 没有毛病的 你冲的话 黑棋就全部 强行硬住 你打吃呢 我就 张上 张上 啊 这样 嗯 你要粘呢 又被我关进去了啊 这个本身气啊 也非常紧 接下来做活呢 很困难 也不能冲这个啊 冲这个呢 你 这个被对方一断 一立啊 这个 这边已经死了 那边呢 还是 解决不了问题 这个呢 白棋呢 不行 单挖一个 看上去是手劲啊 单挖一个 看上去是手劲啊 那么 呃 如果你退 那我没装紧这一口气 我就可以查了 如果你 粘上 哎 那我少 那我现在可以查 你这里呢 和刚才相比 少了个纸 你再断的话呢 嗯 白棋可以吃下去啊 这样呢 白棋转换呢 还可以考虑 还可以考虑 这个吃掉 然后呢 再吃出去啊 你跑我吃 把脚吃掉啊 这样呢 白棋这个结果呢 也 还是 可以的啊 也还是可以的 那么 这个 但是 单挖的话呢 这个 也有先损之处啊 就是说 你单挖的话呢 这个黑棋呢 其实也很简单 它就较直 它就较直 虽然是手劲 但是呢 没有用 你粘上当然是 就跟刚才一样啊 粘上的话 黑棋呢 就把这个粘住啊 这个白棋 由于自身器很紧 嗯 接下来呢 不好办 现在虽然啊 哎 挖完了 不是能吃出去吗 你现在虽然是能够 吃出去 但是呢 这个 你先挖了一下 实在呢 也是 太损了啊 那么黑棋就 先安理得的拔一个啊 这个拔朵花 这边呢 损失太大啊 虽然你从这个缝隙中间装出来了啊 但本身来说呢 还是一块很沉重的枯起啊 这个黑棋这里拔朵花呢 这个脚上自然呢 也就全部呢 变厚了 然后再飞起来呢 继续呢 攻击白棋啊 这个呢 呃 我们可以说 也是白棋呢 明显 亏损的一个下法 明显亏损的一个下法 这个 呃 白棋啊 这个 不好啊 不好 所以说呢 藏这边是不对的啊 这个是 关键的地方 那么白棋 注意 正确的下法是藏在这边 大家记住啊 藏在这边 嗯 这时候啊 如果说黑棋还是挡的话 和这个挡类似 那这个情况呢 就不一样 这时候白棋呢 它不用挖了啊 它就可以呢 这个拖一个 就行 你要是去挖它 那这个 嗯 白棋做活呢 很容易 很容易啊 那么黑棋这时候如果搬呢 那么现在白棋就可以冲出来 这个黑棋明显 挡不住了啊 明显挡不住了 那么你再吃的话 这个和刚才拔花就不一样了啊 这样白棋外面可以拍一下 然后再挖出去啊 然后再挖出去啊 出去的呢 就是说非常的舒服 这个结果呢 肯定就是说白棋 是不错啊 而且挖完以后 黑棋这个角啊 还有点薄了啊 这个里面有点啊 有拖啊 种种手段 虽然这里吃了一个 但是呢 这白棋出头啊 太舒服 这个黑棋呢 肯定是不好啊 不好 所以说呢 白棋藏这个的时候 第一 不怕黑棋里面挡 第二 也不怕黑棋虎这个啊 有时候当心 那黑棋虎这个怎么办 这个呢 其实呢 也不用当心 如果虎这个的话呢 那么白棋就可以冲 可以和黑棋进行转换 这剩下的就是必然的了 然后打车 这都是必然的 钻上 白棋 叫吃 再吃 这时候黑棋不能滚打啊 如果你滚打的话 白棋再一段吃啊 这个黑棋呢 不好啊 哪怕就算不断吃虎一个 这个活的也是非常的大 那么 黑棋不能滚打呢 那就只有跑啊 这样呢 白棋可以弃掉三个啊 和黑棋进行转换 这个结果是白棋不错的 力 那么我就挡住 你呢吃掉 吃掉的话呢 我就老老实实的沾上 这样呢 把黑棋整个脚啊 把黑棋整个脚啊 全给吃掉了 这个白棋木树呢 还是明显便宜 虽然黑棋这边也 也所得 但是 相比啊 脚上的这个损失来说呢 还是黑棋呢 吃亏了 吃亏了 嗯 黑棋在打吃这个之前呢 嗯 打这个是没有用的 打这个没有用 打这个呢 白棋当然不会吃 这样被拔了 你再吃这个脚 这个 那就小多了啊 这个黑棋提的也大多 这样黑棋还可以 不过呢 嗯 白棋 在你打这个的时候啊 白棋可以跑 可以跑 那么你再补回啊 想在脚上留点借用 但是实际上呢 是没有用啊 白棋就叫吃 黑棋跑的话呢 白棋就藏 这样呢 黑棋里面呢 实际上呢 还是 没有任何的棋 啊 任何的棋 所以说呢 这个变化呢 也是 黑棋 不行 不行的结果 那么黑棋不行的话 也就证明一点 当 白棋 藏这个的时候 藏这个的时候 黑棋 这个党 和这个虎 都不行 那么黑棋就只有呢 沾上 沾上 这个下法 那么这个黑棋呢 只有沾上 那么黑棋 沾了以后啊 这个白棋接下来 还是得呢 需要非常的这个注意啊 以下的招法也是非常的要小心啊 那么白棋 怎么样啊 才能通过完美的这个次序 来破掉黑棋的这个时空啊 这个呢 需要大家呢 牢牢记住 接下来好的次序 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个 当黑棋 沾上以后啊 白棋这时候呢 正确的下法呢 是拖 拖 最大限度的呢 扩大自己的眼位 如果只是长 这个力度啊 不够啊 那么黑棋就挡 虽然 白棋啊 也能活 但是呢 这个活的呢 呃 不是 就是说很舒服啊 不能说很舒服 可以这个张也是先手 以后靠一个呢 也可以啊 这个活起来 就不是那么的舒服 呃 就是你有说破空的时候啊 不能就是说 以活了就为最终目的啊 就好像我活了 就好像成功了似的 其实不然啊 有时候呢 你不但要活 你活了的话 人家外面都走得很厚啊 啊 你所得呢 也很少啊 一定呢 活呢 还要活得舒服啊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呢 呃 白棋拖 最大限度的 扩大自己的这个眼位啊 这个是好奇 黑棋挖章呢 白棋呢 就长啊 虎一个虽然也可以 但是呢 长一个可能更好啊 这样如果你断哪边啊 我就可以吃哪边 这个不怕啊 当然 你要觉得干脆一点 我虎一个 也是可以啊 这样呢 整体呢 这条边 可以说都 给破了 也是呢 白棋啊 那么 所以 这个白棋拖的时候 黑棋呢 只有斑 斑 斑 那么 接下来这步 需要注意啊 白棋 这个接下来这步棋呢 很关键啊 不要随意的去挖章啊 这样呢 就把自己的气啊 给撞 给紧住了 反而紧住了自己的气 这个呢 就是说是 有问题的 白棋的 正确的下法呢 是应该 直接 沾上 单沾 这样呢 再 考验一下黑棋 这个是那个呢 含蓄的好手 首先不用担心黑棋去沾上 沾上的话呢 那你这个一扳 就是说呢 这个就很轻松了 由于挡不住 所以黑棋呢 它不会沾 那么黑棋呢 现在呢 就是说呢 有两种造法 一种是利 一种呢 是张 我们先看看利 如果利的话 和刚才相比 我们显然就不用再去做这个 撞气的交换 这个就是输手 那么这样呢 由于有这口气呢 白棋就可以 可以 大胜腿 因为它这个威胁到你的眼位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你就 不要走小了 走小了 这个空间小 所以呢 可以走大一点 由于又没撞这一口气 黑棋 黑棋这个靠的手段呢 不成立 是吧 黑棋靠这个手段 不成立 如果撞了气的话 这个手段就不行了 这个它就可以打了爬吃掉你 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黑棋呢 对白棋呢 也没有什么威胁 那么黑棋最多就是来靠 来缩小你的眼位 这时候呢 白棋可以再冲 如果单纯的退呢 当然 活是活了 但是这个 不能说是最好的活棋的方法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 白棋先冲一下 现在可以冲了 冲一下呢 现在好处呢 外面留一些味道 然后呢再贴 这个是 可以说是 局部的这个 手巾 局部的手巾 由于这里 尝试先手 是吧 这个你吃 是不行的 那么 顶这个也不行 顶这个呢 被白棋一挖 这个形状就坏了 黑棋还是得这样子 那么白棋再退 这样呢 白棋可以说比较舒服的 也是很成功的呢 破掉了黑棋 自身的木树呢 也不少 至少有一个贴木 而外围呢 还留下了一点这个余味 应该来说呢 这个白棋 这个破空呢 是非常的成功 非常成功 黑棋啊 好像这个结果呢 不太好 不好啊 这个明显呢 好像是吃亏了 吃亏了 对白棋活得太舒服 那么 这样让白棋活得太舒服的话 那么 在白棋粘的时候 黑棋粘这个怎么样呢 那么 粘这个的时候呢 白棋呢 可以选择呢 由于粘对这里眼位威胁不大 白棋就不用走得那么远 可以选择呢 小飞 大家记住 他对你威胁大呢 你就把眼位扩大点 他对你威胁小呢 你就可以走小一点 这样一小飞呢 这个白黑棋啊 也是没有好的这个 后续手段 也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嗯 虽然眼睁睁有个靠 但是呢 现在靠不住啊 靠不住 因为靠的话 白棋长 黑棋粘的话呢 白棋 它可以现在不做活 它直接就给你啊 冲断了 反过来可以把黑棋冲断 由于这个粘是先手 啊 这个白棋实际上里面呢 已经活了 黑棋呢 反而呢 还要 就注意这个自身脚上的使活 所以这个靠呢 是现在不成立 你非要想靠的话 还得先在外面损一损 比如说靠这个损一损 才能这样啊 把这个打入脉了 这个那么白棋就算长一个啊 甚至来说这里外面可以先便宜一下 那么再做活呢 也没有关系 这个还有可能就先打一下 把这个便宜点 等你粘的时候我再搬做活 所以呢 这个靠不成立 那么如果靠不成立 只能是采取小尖 类似于小尖这样的手法呢 白棋首先第一 不走也可以啊 就算走一个这样白棋啊 也是活的呢 就是说 非常的舒服啊 非常的舒服啊 由于黑棋 还没有这个脏 这个外面还不能说是特别的厚 这一代呢 白棋以后还有些这个借用啊 甚至于冲了家也可以啊 这里也就是说 有这些这个味道 那么嗯 这样来说呢 应该来说白棋是非常舒服的 非常成功的啊 破了空 啊 由于这些招法啊 我们看看 就是说 呃 白棋打入以后 从黑棋胸孔的压开始啊 我们都讲的 长了拖 这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必然性啊 啊 是吧 白棋张以后 不管如何 这个 呃 呃 白棋啊 都能够很舒服的活出一块起来 啊 黑棋呢 虽然外面厚一点 但是呢 相对来说实地啊 还是损失太大 还是损失太大 所以说呢 这个看似啊 这个凶狠的 这个压呢 其实并不好 啊 其实并不好啊 啊 看上去必然的意思啊 啊 那么 作为黑棋啊 啊 面对白棋打入 冷静的来说啊 冷静的招法来说呢 哎 这个其实黑棋最好的 应对的方法呢 就是稳健的 冷静的 扎个钉 看上去好像有点委屈啊 这个被对方欺负了 在防守 但是实际上呢 是目前情况下 最冷静的这个招法 冷静的招法 那么白棋普通呢 这跳啊 那么黑棋根据情况啊 再跳出来也行 或者说是 比如说像这一类的啊 再来攻击这个白棋 啊 这样 是可以的 啊 就是说不要急于一下子去吃它 啊 因为白棋即使跳出来呢 黑棋以后还有种种的 对白棋发动冲击的方法 啊 冲击的方法 白棋在这个局部已经呢 无法做出呢 两个野 啊 这样呢 黑棋才是我们所说的啊 正确的这个应对 那么白棋如果想急忙做活 比如说啊 点一个 他不想在这跑啊 跑反正这时候 以后总要被攻击 那么黑棋呢 也呢 这个 不害怕啊 黑棋就沾上就是 哎 那么你爬的话啊 黑棋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厚实的长 哎 这样白棋虽然也能活 但是肯定活着就没有前面呢 那么舒服 是吧 得爬 扩大眼位 不能粘 粘被一拐还活不了 爬啊 那么黑棋就搬 白棋搬的话呢 黑棋可以继续连搬啊 你 吃在这里 虽然把脚上呢 能吃掉啊 但是被黑棋这一冲 这个白棋 没什么棋好下的啊 提 它可以搬啊 你要猴这个呢 它就打吃掉再立 这个 呃 活的呢 不是很大啊 不满意 那么白棋或许好一点的招法呢 啊 就是直接补一个 算了 那么黑棋就算再硬一个 你要是再走呢 黑棋都跟着硬 啊 这样的话呢 白棋还得需要补一手 不管你冲不冲一下 就算你冲一下啊 这样黑棋呢 即使再补 当然这个也可以不补 这样呢 白棋呢 活得就比刚才呢 小得多 小一些啊 而黑棋主要是外围呢 都走得非常的这个 结实 厚实啊 形状呢 也很完整 这个呢 黑棋呢 并不怕啊 那么 嗯 当然黑棋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啊 这个 拐在这 也可以啊 还是放你出来 但是你这个局部呢 没有活 以后如果说啊 根据情况呢 这个就是看外面的棋形 根据这样 或者你走在这也可以 以后一旦呢 这个点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局部啊 这个 白棋啊 就局部而言 还是呢 一块这个死棋 一块死棋 黑棋呢 依然呢 保有啊 留有呢 对白棋这个追杀 或者说是攻击的 这个后续手段 所以呢 这样呢 黑棋呢 也是可以啊 白棋其他的呢 黑棋也不用害怕 比如说 白棋就拖 黑棋就虎啊 这个白棋虎 黑棋呢 就 退啊 这个 白棋反而总之而言 想一手做活呢 还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所以说黑棋这个力啊 是可以说是 当前来说最冷静啊 最好的应对啊 最好的应对 当然白棋也可以根据 局面的情况啊 选择啊 直接跳出来 呃 如果劫柴有力 是不是可以考虑打劫啊 或者说是 这种啊 白棋呢 也有种种的选择 甚至于来说 我长时啊 打入一下 就当做 交换便宜了啊 以后呢 再考虑洞出 等等啊 白棋呢 可选择的变化呢 还是很多 很多啊 就是说 这个打入破控的招法啊 是 可以 成立的啊 可以成立的 嗯 对于这个来说呢 黑棋大家啊 一定要注意 就是一点 在面对这种形状上的话呢 不要啊 把人家一打入 你就毫不犹豫的压住 看似 这个是 非常的凶狠 但是实际上呢 呃 由于这个旋啊 崩得太紧 白棋呢 顺势 跟着黑棋走啊 就很容易的啊 把这个黑棋的空呢 破掉 这个下法呢 并不是太理想啊 所以说 呃 在这里给大家遇到这种情况 白棋是可以打入 呃 黑棋呢 呃 这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交换 虽然手术不多 但是呢 其中的变化和内涵呢 还是很多的啊 这个 好的 本期的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啊 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谢谢 谢谢